这是新城区 新城区生产就是代表故障 故障 不是不闪烁代表OK 不闪烁也要点 你们也找到桌面中间有一个撒条码的软件 这个是故障灯 你又是故障灯 没看到啊 你结个条在我哥哥上啊 大脚步 好 故障灯 也就是说你指定灯不正常了 没脚症好了 嗯好 那好我现在要脚症 然后我 Calibration is a compass 对啊 脚症指南针吗 是 非常简单的去讲 我们脚症完的时候 我们找北方 嗯 找到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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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 现在我们把脚症关掉 查看 现在我们把脚症关掉 查看 查看 现在 因为 第一次是在45度上 上下下 上下 再次复制 好,你把鞋关掉 鞋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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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需要鞋关掉 当你结束了 为什么 把鞋关掉 再重新鞋关掉 像是CPU 重新鞋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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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可以重新鞋关掉 你明白吗 要等待 他把鞋关掉 现在就是正常了 是不是 他不想说 对 他这不闪说代表的北方 我们找的是北方 不闪说代表他找到北方 我们找的是北方 那我们 因为之前你们飞的 我们并没有加入 这个故障检测 之前没有加入吗 没有 没有 但是 但是你们的并没有故障 我接了之后 他的灯就是这个样子 灯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代表的指南针 是OK的 OK的 够快 是的 指南针太远了 所以那个三个灯的样子 不是这种 每一个灯有代表每个灯的意思 来个例子 这绿灯是什么意思 绿灯 绿灯 我跟你讲 绿灯量代表六米 当你找到天空上的GPS 再有三个 三个GPS可以成一个位 那绿灯闪说至少五六颗卫星 五六颗卫星 在花园里面飞 不用怀疑 有太多的假讯号 我现在这里飞是好的 我飞到上面突然就不对了 就算点不一样了 它就会 喂 花园里面就是说周边那些信号 然后会干扰 然后造成假信号 不是干扰 是折射的假讯号 折射的假讯号 这是玩GPS的观点 我突然有了 所以譬如说我现在GPS信号不强 我靠近建筑物它会剪两种程度 一个是被建筑物吸进去撞进去 一个是被建筑物弹出来 弹出来 对 你需要GPS 你必须知道GPS 因为你必须飞到GPS 因为外面有没有GPS的问题 当你飞到你家庭 它会影响GPS 现在你们知道怎么飞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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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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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S是错的 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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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 我认为你 你需要 告诉我 那是个问题 在我说 你说到我说 那是个问题 你说到我说 那是个问题 它就没有 GPS 所以 我现在没空 我现在没空 可能是2米 你需要去查 GPS 去查 GPS 是稳定的 如果不稳定 我们需要 停止 还有 如果不稳定 我们需要停止 像我 三角 那是因为 风 没有问题 你明白吗 我都听不到你 撒一声 我都听不到你撒一声 我都听不到你 我都听不见我 我都听不见我 你只能不能